攪拌一下 嘩,很棒 看看我的湯 試一試味 嘩,顏色很流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煮一個湯 就是叫做 羊肚菌 雞蟲蛹雞湯 今天我本來會放些乾腰柱 不過乾腰柱沒有賣 材料就放 竹絲雞 羊肚菌 還有一個叫做 雞蟲蛹 加上杞子 首先,羊肚菌 買了一些都挺漂亮的 很肥 很大的 我大概放了七粒 到雞蟲蛹 雞蟲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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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我會用清水 洗乾淨 浸去三十分鐘 今天就去街市 買一隻烏雞 烏雞 烏雞是一隻新鮮雞 烏雞 待會我會處理 加上杞子 杞子 杞子大概 差不多 首先,開水 清洗 涼土粉 和金蟲蛹 讓那些 塵和髒 洗乾淨 待會我都會浸 大概三十分鐘 先處理 竹絲雞 竹絲雞 有些腎 乾淨 都會煲湯 待會處理 竹絲雞 清洗 因為這是新鮮的竹絲雞 我會 清洗後 拿一片 鹽 今次我大概用了兩公升水 水粉 放養豐粉 放養豐粉 雞蟲蛹 剛才浸的那些 都放進去 浸去水 接著 下 竹絲雞 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水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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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小火 蓋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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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分鐘 之後 放進去 內臟 和杞子 杞子 因為杞子 我會浸去15分鐘 45分鐘後 才放進去 其他材料 45分鐘後 看看 湯 顏色一流 放進去 放進去 大火 水滾 蓋上蓋 蓋上蓋 小火 煲 15分鐘 好 15分鐘後 看看湯 先 哇 顏色一流 放進去 少許鹽 火 檸 小火 寺 雲